第四十三集 听着一片哭声 胖子鬼鬼祟祟的捂住耳朵 一个转身扭过了胖屁股 一路滚滚的回家而去 他妈的 现在老子在那些人中间 基本也算是最顶尖的大款了 哈哈 再让他们平时看不起我们钱 现在 你们谁头妈比得上老子有钱呢 感谢马驼子 又是三天以后 楚阳顶着鸡窝一般的脑袋 就在隔着太子府两条街的繁华大街上 太张大吉了 这是一座三层小楼 就在昨天还是一家茶馆 今天突然就改换门庭 足足三只专门负责搬迁和建造的队伍 在这里忙了整整一天一夜 原本的茶馆老板虽然奇怪 但是看在黄邓邓的金子面前 什么也没问 直接立立缩缩的搬走了 开玩笑呢 他的茶馆连房子带人员加上设备 总价值也就是五六十两金子 对方财大气粗的甩出来两百两金子 而且里面的东西 什么都不要他的 随便再找个地方 就能直接原班人马重新开张 那不接受才是傻子呢 于是这个地方他就姓楚了 归了现在已经是财大气粗的 楚大老板管辖 正对着大街的牌匾上 天兵阁 三个龙飞凤舞的金漆大字 映日生辉 直接将半条街道都映得成了金色 黄黄的耀眼呢 左右的对联也是直接用白银做牌 惊奇打救 整个门面充满了一副爆发户的嘴脸 让人一走到这儿 就会立即察觉到一股子铜臭味扑面而来 那上联是 萧铁如泥 不是梦 让你开眼界 下联 神兵利器 老子有 想要赶紧来 横屁 没难心等 然后 以着门口的 是一块告示牌子 天兵阁 朝前开 金银少了 莫进来 万两白银 踩起步 百万黄金 不算负 天才地宝拿出手 进门就让你满足 不仅爆发户啊 看样子 还不怎么有文化的样子 从门牌到对联 都是俗气无比 连那几个字 也是歪歪扭扭 充满了邪气 就像是 使用老鼠尾巴 占了墨 然后在老鼠嘴里头 灌了一碗酒 醉了之后 拖着尾巴 画出来的 然后 楚大老板就正金为座 坐等肥羊上门了 这叫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不得不说啊 连续几天几夜下来 楚羊是累得不轻 但是也兴奋的不轻 这种不劳而获的滋味 实在是太美妙了 看抹抹的 怪不得 那么多人要当小偷啊 手一伸 要金子有金子 要银子有银子 实在是太惬意了 劫富济贫 嗯 也算有道理 当时 可是他们富的流油 老子穷得要死啊 抢点过来 还不算劫富济贫吗 这天兵阁一开张 直接就让所有看到的人 瞪爆了眼珠 太嚣张了 太离谱了 历朝历代做生意的 就没见过这么做的 这不是在做生意啊 这是纯粹的在得罪人呢 而且是先遭见了自己 再得罪了别人 刹那间 这个天兵阁 就以铁云国开国以来 第一个天大笑话的形象 迅速迅猛的传出名去 嘿 快去看啊 大街上出现一个 逆天级数的神经病 在开店呢 呼啦一下 天兵阁门外 迅速的就聚拢了 一大批看热闹的家伙 阴天打孩子 大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来看看这个大傻帽也不错啊 不过 大家也有些奇怪 这傻子在哪嘚瑟不行啊 你飞到铁云城 这最繁华的皇城街道上 来丢人啊 这人的脑子 不会是坏了吧 不过若真的是个傻子 他哪来这么多银子 在这里开店呢 楚大老板翘着二郎腿 面前的柜台上 什么神兵利器也没有 只摆着一杯茶 热气茶香 从那茶杯中 鸟鸟而起 楚大老板的头 也在这鸟鸟的茶香中 点来点去 实在是困了 在靠近内门的左侧墙上 挂了一柄剑 一柄刀 一把短剑 一把短刀 貌似就这四件物品 是他开张大吉的底气 也是他准备出手的神兵利器 门外乱糟糟的声音 都在猜测 唏嘘着 嬉笑着 楚洋却从耳不闻 他要做买卖的对象 本来就不是这些人 而且楚洋前世的记忆 清楚的告诉他 铁云国或者对别的都不在乎 但是天兵这两个字 却一定会触动铁云国 高层的敏感神经 让开让开 好狗不来路 说你呢 不复杂的 远处传来 蛮不讲理的吆喝声 几个敞着一领的黑大汉 正东西路南北走 螃蟹一般的走过来 所到之处 人群都如同剑道温神一样 纷纷的躲避不跌 什么天兵阁啊 我卡这么屌啊 一个脸上长着一颗 大大的黑痣 那黑痣上 还长着一处 浓浓长长的黑毛的大汉 斜着眼睛 看着天兵阁的牌匾 鼻孔朝天 他突然大怒 他妈的冲锋了 银子少了墨进来 老子银子少 老子偏要进去 咋的呀 大大大大哥 大大哥 身边正在东桥西 看着小喽啰惊喜的叫起来 这这这这 这这这 这这这 这 ghoul 全是银子 是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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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折 这家伙指着牌匾又跳又叫 一副中风的样子 银子 大汉疑惑的捏了捏了 突然声音就变了调 我卡 这是银子 抬起头 看着牌匾的目光 突然就变了 变得贪 мен 而又恶毒 里边谁是老板啊 出来出来 那大汉几乎嗓子都嘶哑了 侯杰上下一栋一栋的吞咽着口水 我靠也不求什么 吓唬一顿 只把这牌匾搬回去就足够了 你们要来买东西啊 楚洋抱着手臂慢悠悠的走出来 没办法 整个天兵阁就他一个人 老板家伙计都他一个人包办 出来一看 楚大老板顿时就气歪了鼻子 老子准备钓大鱼呢 结果大鱼没来 先把地痞流氓给招惹来了 这也吹他妈晦气了吧 这店你看到 那大汉鼻孔朝天 咋了 楚洋心情很是不好 口气自然也不会好了 咋了咋了 我靠你还轻有脾气啊 看来你还不知道在你面前站的是谁吗 黑大汉一伸手 就要抓住面前这个可恶的小子的衣领 暴打一顿 滚 楚洋一声低吼 眼睛一瞪 随即他两臂一震 蹭的一声 身上冒出一股肉眼可见的黑气 三座铺天盖地激荡的煞气 带着冰寒的寒意 轰的冲了过去 那大汉只是街面上的小混混 本身连武徒都不是 只靠着两膀子力气耍流氓的角色 他怎么能抵挡这等五尊级别的灵魂震慑了 大汉一句话刚说完 突然就感觉到一阵阴寒 随后就被扑面而来的煞气 连身体带着灵魂整个的震慑了 两眼一阵的翻白 随后就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无边无际的噩梦之中 无数的厉鬼七窍流血的从四面八方 天上地下立笑着扑过来 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 那大汉踉跄着后退 突然双手抱头 在地上来回打滚 发疯一般的狂哭大叫 他突然跳起来 转身就要逃走 却一迈步就摔了个跟头 鲜血横流 瘫倒在地 竟然站不起来了 却还游自的再拼命的往前爬着 一路爬过 裤裆里头渐渐的就湿了 唯有那撕心裂肺的求饶的声音 却在上空久久的回导 跟着他那两个小弟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看着老大眨眼之间 就从无比的正常 变成这种恐怖的模样 刹那间只觉得浑身一股寒气直冒 忍不住发一声喊 一个往左 一个往右 马上做鸟兽赛 楚洋一副迷茫的表情 看着远远逃走的三人 挠了挠头皮 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哦 是了 神兵利器各具凶杀之气 看来这几个人心术不正 冲撞了神兵 神兵有灵 施以惩戒 听他这么一说 在场围观的众人 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忍不住一个个脸上泛起了惧意 纷纷的后退一步 只觉得背脊发凉 楚洋笑呵呵的 各位 不知道谁还想进来参观参观 请 请进 别客气 轰的一声 围观人群一轰而散 楚洋黑黑一笑 转身回去 天兵阁 真了不得呀 那里的神兵 竟然各自具有灵性啊 若是不怀好意的 直接降下天罚 这个传言 比上一个传言 传得更快 毕竟 有不少人亲眼目睹啊 传出去 更加是有鼻子有眼 说的人声音低沉 小心翼翼 听的人背心泛凉 秉息静气 谁敢不信啊 没见东大街的一朵毛 都吓疯了吗 什么 一朵毛 不知道 就是那个收保护费的地痞流氓吗 于是乎 这件事越传越是邪乎 发展到后来 各种版本也都出事了 为这个刚刚开张的天兵阁 凭空的照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夜 楚洋还有些不解呢 开张第一天 天兵阁的张狂 就已经引来太多的人围观 里面也有不少的舞者 还有不少人衣衫华丽 神色高傲 可能是城中某个大世家之中的人 为何这些人 居然能够忍住好奇心 不进来查看呢 要知道 一柄神兵力气在手 那起码能提高一个档次的战斗力啊 不管是行走江湖 还是征战沙场 那都是梦寐以求的 保命的宝贝啊 一把远远超过普通质量的神兵力气在手 那就等于多了一条命啊 难道这种吸引力还不够吗 不管是对世家还是军队 这种吸引力都足够了吧 楚洋百思不得其解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据我所知 这铁云国应该是一听说这个消息 不管真假都应该蜂拥而上才是 可怎么这样离奇的无人问津呢 难道我记错了 第二天 依然有人围观 但却比第一天还要冷清 直接是连个进门的都没有 第一天好歹还有个地体捣乱呢 第三天 连围观的也少了 楚洋不由得郁闷了 买不买是回事 起码进来几个人看看呢 整个城市数百万人 居然都没有好奇心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到了第三天夜里 终于有了动静 吃完了饭 楚洋正在看着杜世晴赠给他的不死医术 翻开非夜便是一行续语 世间人谁能不死 无也 故而医者只能医不死之病 然何为不死之病 于切以为 凡属外力 亦或本体之外造成的伤害病痛 皆属不死之病 必死之病 则是天命 楚洋看得精神一振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 只要不是老得到了油尽灯窟的地步 任何伤病都能治 当然 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 但就仅仅是理论 口气却也大到了极点 咚咚 有人敲门 楚洋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便不耐烦地问道 谁啊 在下听闻这里有神兵利器出售 特来拜访 外面是一个疲倦的声音 楚洋心中一动 这声音虽然疲倦 但却泛出一种居傲 似乎根本不将任何人看在眼中 唯有长期身居高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口气 而且这道声音还非常的年轻 收起书打开门一看 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锦衣年轻人 脸色平静而又疲惫 但门语之间却似乎带着一股解不开的轻愁 看到楚洋开门 竟然也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 第43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